报告王爷之命 送你归西 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武器 只需往外一扔 白米之内便轻轻松松取对方手机 这正是被誉为江湖第一兵器的飞龙斩 飞龙斩的主人名叫司马骏 无意超寻 心狠手辣 靠着飞龙斩打遍天下无敌手 不过他却为了荣华富贵 甘愿替京城第一奸巷 秦权卖命 说起宣王爷秦权 此人祸国殃民 残暴不良 对司马骏十分信任 经常派他执行刺杀任务 天下文人治事 无不对其恨之入骨 或许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 宣王爷的背后竟然长了一个毒疮 让他痛不欲生 太医们医治了几个月都没有一丝好转 反而日渐恶化 王爷恼羞成怒 犯团 你们都是犯团 随即便命令司马骏将他们全部斩首 以泄心头之恨 这时他突然想起太医领班傅长春 此人医术高明 妙手挥春 于是派手下将他抓入王府 傅太医申指 王爷乃经常奸相 誓死也不肯答应 不曾想在临走时 王爷使出一招苦肉计 故意卖惨 大声含叫 所谓医者人心 傅太医最终还是返回 为王爷治病 他上前查看王爷背后的毒疮 发现这竟然是白鸟嘲讽 是72种毒疮中最厉害的一种 只有用千年形成的长生藤才可以治疗 否则七天之内必有性命之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 于是傅太医以太子需要为由 写下一封信 给苍龙镇的智友谭药师 临走前告知王爷 长生藤必须要用火烤焦细盐成粉 夫在患处三日之内必有好转 可没想到傅太医刚走 王爷便恩将仇报 翻脸不认人 司马俊虽然有些迟疑 但还是追了上去 他扔出飞龙斩 直见嗖的一声 傅太医瞬间便伸手一出 随后司马俊将傅太医首级献给王爷 王爷十分满意 还将书信交给了司马俊 命他赶到苍龙镇取回长生藤 并且承诺 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没想到司马俊走后 王府中的大总管心生忌妒 为了抢功 便向王爷提出建议 可以派几名高手暗中监视 于是大总管找来六名高手 分别是草莽飞狼苗飞 阴间秀才陈自飞 飞天老鼠彭大虎 铁纸魔女莎莎 冷面虎防松 草上飞金星 其中魔女莎莎 虽然身为女而身 无意却极佳 只见他伸出手指 指尖瞬间可变成铁刃 穿透木板 锋利无比 大总管叮嘱他们 当司马俊取回长生藤的时候 你们不论是抢是偷 甚至于杀了他 也要把长生藤给取回来 隔天司马俊得知后 当然也猜到了总管派人跟去的目的 不过这是王爷的命令 由不得自己拒绝 就这样一行人骑马赶到了藏龙镇 将傅太医的亲笔信交给谭耀师 谭耀师看过信 随即命人拿来了长生藤 身旁的胖子苗霏 无意间说漏了嘴 谭耀师听后 脸色大变 秦权陷害忠良 鱼肉百姓 他平生最厌恶的 就是这种人 因此拒绝交出长生藤 司马俊等人 一不做二不休 眼见软得不行 便出手硬强 谁料谭耀师不止医术高潮 武功也是一绝 司马俊等人根本不是对手 只能洋装离开 走出门外几百米后 司马俊突然调转码头 扔出一记飞龙斩 远处的谭耀师躲避不及 直接人头落地 司马俊等人便趁势而上 夺走了长生藤 牛金星还杀了谭耀师的徒弟 顺走了他的鼻炎湖 这边司马俊与众人会合后 他越想越气 一掌将苗霏打倒在地 怎么回事 这王八蛋狗没辙的 颤着污了大事 不料被林中一小伙看到 此人轻功了得 一跃而起 飞到司马俊身边 抢走了长生藤 司马俊见状 立刻扔出飞龙斩 但却被其一个翻身逃走 他已经认出 这是何人所为 这人直上功夫 如此厉害 一定是自己的师弟 铁二郎 于是便命其他人到客栈等候 自己孤身一人 前去夺回 来到师弟家中 司马俊趁家里空无一人 翻箱倒柜翻找 可找了半天 却一无所获 不巧 刚好被回家的师弟看到 铁二郎还有一个母亲 双目失明 腿脚不变 在他的拐棍上 挂有一个小包袱 司马俊怀疑 里面就是长生堂 经过一阵甲义寒暄后 他才说出此行的目的 二郎怎么也不肯承认 怎么 你怀疑是我干的 不不不 我是来向师弟打听的 司马俊知道 自己什么也问不出 没办法 只好甲义离开 偷偷潜伏在一旁的丛林中 这边 二郎的母亲越想越奇怪 他们家和谈钥匙是视角 长生堂 一定是司马俊抢来的 于是便让二郎 赶快过去查看 二郎前脚刚走 司马俊便再次上门 他悄悄地走到老太太身旁 准备不动声色 拿走包裹 不料 老太太虽然看不见 但听力却是极好 他抢先拿起拐杖 与司马俊打了起来 老太太无意抄群 对付司马俊 绰绰有余 司马俊只能不断闪躲 眼见情势不妙 他也不再留情 直接拿出了飞龙斩 老太太凭借听觉 虽然躲过了几招 但最终 还是被其所杀 司马俊上前 打开包裹 却没想到 里面竟是一些金银首饰 他气急败坏 于是便跑到屋里 翻了个底朝天 最终 在米缸里 找到了长生藤 用飞龙斩行凶 我会看不出来吗 你的铁纸神功 我也看得出来 飞龙斩碰上铁纸神功 谁会更胜一筹呢 司马俊和铁二郎 本是同门师兄弟 亲如手足 可没想到 却为了一个长生藤 翻了脸面 毫不留情 大打出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司马俊为了抢回长生藤 痛下杀手 使用飞龙斩 杀死了谭药师 和二郎的母亲 谭药师的女儿谭力 回到家后 发现父亲身手一处 他抓过身旁 奸奸奸一息的药筒 这才明白事情经过 发誓一定要为父亲 报仇血恨 在半路 谭力刚好遇见了赶来的铁二郎 二郎听说 谭药师被害的消息后 随即便将谭力拉上马 准备助其一臂之力 二人一路策马奔腾 不料 却在山顶上 看到了刚刚离开的司马俊 二郎顿时不妙 长生藤会不会落在他手里 二人决定兵分两路 由谭力跟踪司马俊 提二郎返回家中 查看情况 二郎回到家后 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他发现母亲已被司马俊所杀 而家中的长生藤也不见踪影 悲痛之下 二郎安葬好母亲 随即踏上了复仇之路 另一边 众位高手在客栈等许久 终于等到了司马俊返回 刚一进门 便谎称自己的师弟 早就已经搬家了 自己也没找到长生藤 要连夜赶回京城 不过 外面大雨瓢泼 电闪雷鸣 根本无法赶路 司马俊无奈 只能在客栈暂住一晚 不过这些高手 可并不容易糊弄 他们早就看出了司马俊的异常 依我看 长生藤已经在司马俊身上 为了长生藤 六大高手心怀鬼胎 夜间 先是彭大虎 假意投诚 他来到司马俊的房间 故意告诉他 大总管为了邀功 所以才派众人前来监督他 还信誓旦旦举手发誓 从现在起 自己和他 就是一条船上的人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以此来骗取司马俊的信任 不过司马俊可不傻 他将计就计 故意拿出一根萝卜 说这是长生藤 还当着他的面 随手将萝卜塞进床上的包裹中 彭大虎信以为真 趁司马俊不注意 偷偷将长生藤偷走 下一名动手的高手 名叫莎莎 他蒙面偷偷潜入司马俊的房间 趁司马俊睡着 打开包裹 不料 却被床上的司马俊察觉 二人从屋内打到屋外 论硬拼 莎莎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言见事情败露 最终也只能翻墙离开 另一边 拿到萝卜的彭大虎 正准备颤着夜色 偷偷溜走 却受到了其他高手的阻拦 他们都以为 这就是所谓的长生藤 大打出手 殊不知 司马俊正躲在暗处看热闹 准备趁机逃走 打斗过程中 魔女莎莎使用铁纸 杀死了彭大虎 胖子苗霏随即拿过长生藤 仔细一看 这才发现他们上当了 这哪是长生藤啊 这是我们刚才吃过的萝卜嘛 我们都被骗了 这时 却发现司马俊 早已骑马逃跑 众人怒不可遏 随即 骑马追击司马俊 这时 谭力刚好赶到客栈 碰到了其中一名高手 牛金星 牛金星见到谭力 色心大气 上前拉过他的手 谭力看到对方腰上的鼻烟弧 这不正是自己父亲的遗物 他误以为对方就是司马俊 复仇之火油燃而生 随即拔出双刀将其杀死 另一边 司马俊已经逃远 可在半路上迎面碰到了铁二郎 面对师弟的质问 司马俊装作一脸无辜 失口否认 世母之仇不共百天 铁二郎也不跟他过多废话 拿出铁棍 就和司马俊打了起来 到底还是师兄更胜一筹 司马俊大显身手 没过多久 便甩飞了对方的铁棍 铁二郎健壮 双手一伸 随即使出铁锁连环 攻势凶猛 威力无穷 打得司马俊措手不及 只能处处躲避 伺机寻找破绽 没过多久 司马俊利用旁边的铁棍 趁机破解了铁锁连环 关键时刻 幸亏谭力及时赶到 在二人合力围攻之下 司马俊逐渐体力不支 他不想再与二人纠缠 随即 转身飞快逃跑 二人乘胜追击 穷追不舍 将司马俊围在一处山崖下 这时魔女莎莎也赶来 三人轮番上阵 与司马俊交战了几个回合 不过司马俊依旧站进上风 打斗过程中 一刀将弹力刺伤 司马俊不想误了王爷的大事 于是便一个轻功 跳上高处 紧接着使出杀手锏 飞龙斩 只见山崖的巨石 瞬间被其击碎 吓得众人不敢贸然上前 司马俊趁机逃脱 三人只好先赶往客栈 莎莎的目的是为了抢走长生藤 而二郎等人 是为了杀死司马俊 于是他们三人一拍即合 准备合作 各取所需 这边 司马俊在回京的路上 又遇到了冷面虎 防松地偷袭 他用绳索困住了司马俊 抢走了其身上的长生藤 不料 司马俊掏出鞋子里的匕首 割开了绳子 并使出了飞龙斩 连续两斩 直接让其身手溢出 长生藤再次回到他的手中 这次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司马俊为了躲雨 赶到附近的一座破庙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苗飞和陈自飞 早在此恭候多时 他们悄悄躲藏起来 趁司马俊不备 合力将其制服 在众位高手的逼迫下 司马俊拿出长生藤 直接将其扔进火堆里 为了长生藤 你争我夺 互相残杀 现在一烧了之 大家全玩 长生藤就这样 化成了坟墨 眼见功名利禄 全部跑汤 苗飞怒气冲冲 上前就要和司马俊拼命 可在飞龙斩的威胁下 只能作罢 司马俊又一次成功逃脱 师弟 你的仇事报不了了 飞龙斩你没办法碰 你以为飞龙斩真是天下无敌 都说飞龙斩天下无敌 江湖之中 无人能破解 可铁二郎和谭力 偏偏不信这个邪 二人一跃而上 拉下周围的渔网 将司马俊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的计谋 真的能得逞吗 司马俊为了避免争夺 当着众位高手的面 将长生藤扔进火堆里 莎莎回到客栈后 将长生藤被烧的消息 告诉了谭力 精通医术的谭力 提醒莎莎 你们都上当了 长生藤 本来就是要烧成灰坛 莎莎这才恍然大悟 果不其然 司马俊等众人离开后 又孤身一人 返回破庙 取走了长生藤的灰坛 等谭力三人赶到时 早已为时已晚 三人决定分头行动 追击司马俊 不久 苗霏和陈自飞在临间休息 看到远处走来的瑜伽妇女 随即色心大气 上前便调戏 幸好被路过的谭力发现 她拿出双剑 几招之内便砍伤了二人 眼见捞不到什么好处 他们连忙骑马逃跑 父女二人为了感谢救命之恩 特意邀请谭力到家中歇息 不过谭力着急赶路 便一口拒绝了 另一边 铁二郎和莎莎 终于在镇上 发现了司马俊的身影 二郎刚想上前报仇 但却受到了莎莎的阻拦 飞龙斩实在太厉害了 不能贸然动手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 莎莎灵机移动 准备使用美人剂 勾引司马俊 以柔制杠 十拿九稳 等我得到了长生藤 再把他的飞龙斩偷出来 他走进酒馆 坐到司马俊对面 果不其然 司马俊被莎莎的眉毛所吸引 突然来了兴致 二人随即赶到旁边的客栈 开启了他们的二人世界 可是莎莎怎么也没有想到 司马俊如此诡计多端 他翻遍整个包裹 也没找到长生藤 刚想拿走床边的飞龙斩 却被司马俊察觉 真是陪了夫人 又折兵 这时 潭力也赶到客栈 三人随即 与司马俊 搭在一起 可迫于飞龙斩的威力 三人都不敢靠得太紧 只能穷追不舍 将司马俊逼至海边 七日之线 就快要到了 司马俊不想与他们过多纠缠 于是 便纵身一跃 跳海逃走 历经千辛万苦 司马俊终于将长生藤 带回了京城 今天已经是第七日了 王爷脸色无情 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在看见司马俊回来后 随即 欣喜若狂 起身便要相迎 可是没想到 当司马俊把长生藤倒出来时 里面的坟墨早已融化 成为了江湖 傅太医先前早就说过 长生藤最怕潮湿 一经潮湿 药性便会全无 可当时 司马俊只顾着逃命 哪里会记得这件事 王爷见状 怒不可遏 根本不想听司马俊的解释 当即就要斩杀司马俊 可司马俊无意高强 这些侍卫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赤手空拳 力敌众人 杀出一条血路 最终 在重重包围之中 翻上院墙 逃出了王府 刚逃出来 迎面便碰到二郎等人 司马俊使出飞龙斩 斩断了二郎的武器 他本想乘胜追击 突然一群侍卫 从后面赶来 司马俊不再练战 一个轻功 飞到旁边的山上 成功逃跑 王爷并不罢休 他派人张贴告示 全城封锁 悬赏捉拿司马俊 大街上 二郎和谭力也找了许久 但根本没有发现 司马俊的身影 他们再次碰到了魔女莎莎 莎莎告诉二人 城外有个双溪渔村 比较荒凉 司马俊很有可能 躲在那里 就这样 三人来到这个渔村 在看着渔民撒网时 田二郎灵机一动 想出一个破解飞龙斩的办法 我们用牛津结成几个网 当飞龙斩飞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用网去把它罩住 这样它的旋转力 自然会打小条 不得不说 二郎的物理 着实学得不错 这时 远处一个声音呼叫谈力 原来 正是上次被救的一对妇女 在二人的帮助之下 他们合力 连夜赶制 一张牛津鱼网 终于大功告成 万事俱备 就只欠东风了 另一边 司马俊被一名店老板认出 二人是老乡时 店老板对他十分仗义 将司马俊 偷偷藏在二楼的仓库中 还让店小二 去租一艘渔船 帮助司马俊 过江南下 谁知却被店小二打包卖了 他转身便将这个消息 告诉给了王府的大总管 几名高手听说后 当即起身 准备捉拿司马俊 但却被一旁莎莎阻拦 因为他知道 飞龙斩太过于厉害 几人根本就不是对手 莎莎向众人提议 他有个师弟 铁二郎 跟他有杀母之仇 我们不妨跟他联合起来 对付司马俊 这一天夜里 众人按照事前的计划 将司马俊骗上了贼船 此时的司马俊 只想着逃命 丝毫没有察觉到 危险的来临 隔天 他被拉到城外的双膝愚存 等船家脱下帽子时 司马俊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上当了 众高手也不再装了 将司马俊团团包围 司马俊无处可逃 一场大战必不可少 面对众人的围攻 司马俊依旧站尽上风 他先杀了大总管 接着又躲过沙沙的铁纸 趁机一刀 将其反杀 随后 他拿出包裹中的飞龙斩 飞龙斩在空中不断盘旋 不一会儿 两名高手便伸手异处 场上只剩下二郎和谭丽两个人 他们一跃而上 趁机打开牛筋网 将司马俊团团包围 果不其然 飞龙斩打到牛筋网上 瞬间丧失了旋转能力 司马俊顿感不妙 他快速上前 捡回飞龙斩 改变方向 朝木桩击去 很快便将四周的柱子砍倒 破解了牛筋渔网 二郎和谭丽 大惊失色 只能不停地飞跃躲闪 但还是被飞龙斩所伤 关键时刻 二人同时拉起牛筋网 不过几个来回 便成功地把两把飞龙斩困在地上 就这样破解了无人能敌的飞龙斩 司马俊健壮 大惊失色 连忙转身逃跑 二郎和谭丽捡起地上的飞龙斩 朝司马俊扔了过去 司马俊就这样 死在了自己的绝活之下 谢谢大家